坐 你知道吧 在顺治年间 林园发生过一次暴动 后来清兵镇压 他们所有的人 皆干而起落草为寇 就有了激公山 这倒不清楚 这跟咱从游击队回来 有啥关系 当然有关系 暴动的原因 就是因为激公山 发现了筋脉 筋脉 老祖们为了保住筋脉 不让人来找筋脉 挖筋脉 发誓要守住筋脉 守住这一方水土 其实 这也是为了让林园的人 不卷入金字的各种战争中 还有这事 那为啥老当家的 就跟你一个人说呢 老当家说 这是激公山的规矩 在上一任当家人 即将离世的时候 才能把秘密 告诉下一人信当家的 那为啥那么保密呢 你这不废话吗 要不保密 那林园早灭了 从第一代老祖开始 就只告诉下一代 金脉是真的 但未知不知 这就不算秘密的秘密 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义匪 说的也奇怪 每次激公山被围剿 都可以逢雄化即 这样一来呢 老当家们 就认为是自己守护了筋脉 所积的福报 所以就更遵守 第一代当家人的训言了 也是 人未才死 鸟未实亡 人见了金子 当然会拼命的 之所以我这次回来 是因为我听说 陈寅的父亲带人 在山上勘测 如果这个事情 要是捅出来了 那我们这些年 守的秘密 不就白守了吗 不仅是这样 有可能我们的兄弟 还会搭乘性命 眼下 日本鬼子就快打进来了 这事要是传出去 那老百姓 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原来 咱们头上还顶着 这么大件事 守卫金脉 游击队 现在也盯上金脉了 所以我才找了个机会回来 我们要尽快找到陈委员 必须提前知道 他勘测的情况 所以我才演了 这么一出戏 就是为了不让 游击队的人知道 放心吧 大当家的 我这就派人去找陈委员 三鹏 按理说 金脉的事 我不该告诉你 老祖的规矩 除了主事的人 谁知道了 都会 大当家的 我对机工山 可是忠心耿耿啊 你放心 我就算死 我也不会说出去的 要不是金脉 出现了危机 各种人盯着 我也不会说这些的 放心吧 大当家的 我马上派人去找陈委员 记住啊 人带回来就行 别毛手毛脚了 毕竟我跟陈英 是结拜姐妹 这么论 陈委员也算我义父 记住了 放心吧 去吧 来 来 你们去山寨啊 我不是带赵队长 出城吗 他的伤害没有好 我就带他去 柳山寨 祭宿一宿 大当家的 小六子他们抓到一个人 手里拿着家伙 在山下四处专有 看起来挺可疑的 应该就是陈委员 去叫上三炮 咱们出去看看 小辣椒 你就别去了 是 别动 老实点 老实点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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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们松手 别动 大大家的 刚刚这人在山下鬼鬼祟祟的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手里还拿着个家伙 你看这个 你是来偷东西的 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我是第一只专家 我不是什么小偷 别动 老实 你叫什么 省资源委员会的委员 我叫陈广升 你们呀 想绑票抓住人了 我不是什么有钱的官老爷 别动 你是陈委员 是我 陈英的父亲 对呀 松开 松开 怎么 你认识陈英了 陈英双跟我们大当家的 是结拜的好姐妹 不可能 他怎么会和土匪结拜呢 你 英雄不问出处 既然是英子的父亲 那也算是我义父了 义父 是我手下的人 有眼不识泰山 大水冲了龙王庙 还希望您别往心里去 我给您赔个不是 赔不是就算了 既然是误会 那我就走了 等等 既然都来了 喝杯茶再走吧 要是陈英知道了 该怪罪我了 我没有时间喝茶 谢谢你们了 我没有时间喝茶 喝杯茶的时间总是有 别动 都到这了 让我尽尽地主之意 你们这是干什么 走 你 你帮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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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刚才对我得罪 不过我也是为了我英子妹妹 想尽点笑道 我听您说 您是南京政府的人 那您不好好在衙门待着 跑这儿黄桥野岭的 干嘛来了 既然你和我女儿也是朋友 不瞒你说 一呢 我有好几年没见女儿了 来陵园主要是看看女儿 二呢 受南京资委会的委派 来陵园看测金脉的 陵园有金脉 那您找到金脉了吗 要是那么容易找 还用派我来吗 我只是来打个头阵 过两天呢 看矿队就来了 他们带着先进的仪器 一测就知道了 我们在山上住了这么多年 没听说过这儿还有金子呀 是啊 我们这儿有金子 我们还当土匪呀 金子不是听出来的 是要经过精密的仪器 探测出来的 灵园这片山呢 我们都要走一遍 都探一遍 那依您的经验 激光山有没有金脉呢 我不是说了吗 要以科学为证据 现在都不知道呢 估计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估计不就是瞎猜吗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要以科学为依据 我 我 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 这么着吧 茶我也喝了 也算你们对鹰子有个交代了 我还很忙 我得先走了 来了就别着急走嘛 义父 您年纪大了 这么着急可容易伤身子 就住下来吧 也给我个机会 好好招待您一下 就不麻烦你们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让你留下就去留下 哪那么多废话呀 再跑 三炮 怎么的 你还要杀我义父不成啊 义父 我跟鹰子是好姐妹 您就留下 多给我个机会 孝敬孝敬您 你们这是强行扣留我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要让鹰子知道了 该怪我呢 我是想孝敬您 怎么能说是扣留您呢 大当家的 我劝你还是放了我吧 不要自己招货 野鹤 招货 来你说说 我们招什么货 你们就不怕保安团 攻打你们吗 他们要是知道 你们把我强行扣留了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保安团 好啊 保安团上才打我们一回呢 老子还正想报仇呢 来啊 老爸 老师 带去 是 起来 大当家的 起来 你们 走 大当家的 你们 走 你们放开我 大当家的 这陈伟源肯定知道 金脉在哪 不说呀 那就想办法让他说 说了再放他走 老田啊 我觉得我们不能 继续这样坐以待毙了 我知道 关于金脉的事 我们还是不能擅作主张 万一想大局呢 那得等到啥时候 陈伟源已经开始勘测了 如果哪天找到金脉 我们就太难办了 那你觉得 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 我们不能把希望 都放在陈医生身上 我们还是得派人啊 四处去打探一下 这一方面呢 可以了解一下张天堂的进程 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老百姓的口中 收集一些经脉的传闻 这样也不会影响大局 如果上头安排下来 我们也可以从手中的 掌握的情报 及时做出对策 行 就先按你说的办 陈医生呢 怎么今天没有见到他 陈医生跟咱们的人 去找一张红了 他还是很担心他 不过后天 他就去金木山找程会员了 陈医生啊 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大当家 我们这是软禁程会员吧 我觉得不合适吧 我不想解释太多 这件事情 你站在我这边就行了 小辣椒 大当家的怎么说 咱们就怎么做 大当家说什么都是对的 明白了 大当家的 跑了 陈医生跑了 怎么跑的 他熟悉这儿 说去他的王房 然后人就不见了 大当家的 我就把他抓回来 跑不远 三鲍 别伤着人 知道了 赵队长 田政委 快给田医生拿吃的 好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要走了 那我送你走吧 不用了 这一来一回怪折腾的 你的伤又刚好 那我让百顺和老个大送你 还是得给赵一 毕竟路不尽啊 也好 百顺老公大 快点吃吧 吃完了送陈医生 好 陈医生 陈医生 陈委员的事就交给你了 我还是要多记嘴 你们妇女之间啊 还是要把这个心结打开 我知道了 那我走了 好 我走了 那注意安全啊 还说 来 好 部长小心啊你了 好 队长 陈医生 这给我 我帮你 谢谢 大人家了 找到了吗 找到了 都已经跑到山下了 被二当家给抓回来了 小大娇 去告诉兄弟们 嘴都严实点 陈医生的事情 谁都不准往外说 好 大当家 你跑什么呀 你们是土匪 我为什么不跑 我跟鹰子 是磕头结拜的姐妹 按这么论 您是我的义父 就算我们是土匪 我又能拿你怎么样了 你别叫我义父 鹰子是个医生 不可能恨起这种人结拜 咋了 看不起我们呀 你和我套近乎 不就像知道 金麦在哪儿吗 对 你说的对 你们抓了我 就不怕保安团 来攻打你们吗 我可知道 你们是被保安团 打跑的 老头 你在威胁我们是吧 你们有明白事 就赶紧放了我 要不然张天作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咱俩谁先死 说吧 找着金麦了吗 真没有 我得等勘探队来 我只是个前期勘测的 我得说多少遍 你们才能相信呢 你是来摸门子的 他们再来踩盘子 然后你们再一块破门子 不是那么回事 我是勘测的 他们探矿 然后是国民政府开采 反正都一样 现在也不能确定 鸡弓山 它就有筋脉 陈委 您是个专家 您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随便看一块木头 都知道是鱼木 还是举木 你看一眼石头 不什么都明白了吗 我真不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 陈英来了 徐柏顺和老哥的 带他来的 在里面等着呢 怎么办 一定不能让他知道 咱们抓了陈美人 我已经交代过了 好 尽快打发他 姐姐 我就到你的山寨来了 没想到还能遇见你 我也挺意外的 是啊 我们本来说要去别的地方的 可是后来想了想 也没什么地儿好去的 索性就回来了 那你看到陈委员了吗 什么陈委员 就是 就是我父亲 他刚刚瘦瘦的留着胡子 他在激光山勘测 住地就在这儿 没看见啊 我估计 是不是已经走了 应该不会吧 我们说好了在这儿会合 他应该会等我的 估计他应该已经走了吧 我们回来的时候 这周围什么都没有 如果见到一转火 帮我好好劝劝他 如果我见到他 我一定会多劝劝他的 那 那我就在这儿等他吧 在游击队的时候 人多 都没顾上跟姐姐说话 正好趁着这个功夫 咱们姐妹俩好好聊聊天 好啊好啊 你住下来 住下来多住几天啊 算了吧 都过去的事了 管好你的嘴啊 是 我知道了 大当家 我再去和小六子道个歉讲 走喽 大当家 什么 他们抓了陈委员 抓了 而且侦察员还说 当时陈委员反抗 结果让土飞给恩那了 他们跟陈委员无冤无仇的 陈委员还帮过他们 为什么抓了 二十的时候 陈英和游击队一起上了山 结果到现在都没下来 怎么越来越乱 侦察员抓了陈委员 陈英和游击队又跑山上去了 不管了 先让我们的人盯紧他们 眼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剿灭游击队 我可是亲眼所见 您不会不相信我吧 完了 这一双红和游击队 都顶着筋脉了 要么绑陈委员干什么 筋脉的事情想当一边吧 您想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 把陈委员给解救出来 否则的话 南京方面追究下来 你我都脱不了干系 怎么救啊 再去攻山啊 攻山 不脱 别因此再把陈委员给杀了 出兵是不可能的了 只能和他们谈谈 谈 谁去谈 不是你就是我 难道还是他 我觉得谈不太合适 万一上去 再让人家给灭了 本来一双红找了机会要灭咱们 咱们还亲自送上门 但完了事 秦武再灭了一双红 好吗 这功劳归秦武了 咱们全壮烈了 现在不是劳工请赏的时候 现在重要的是 想办法怎么把陈委员给解救出来 上次缴邮寄队 秦武出兵了 这次缴匪 秦武还能出兵吗 他不想出兵就不出了 陈委员是南京派来的 如果出了意外 以我逃不了干系 他其实不是军方的人 更逃不了干系 那倒也是啊 事情本来好好的 咱们回去 大唐家的 徐百川和老哥的说有事 走了 大晚上的回游机队啊 他们说有事 就走了 你别担心他们 你现在想想 陈医生怎么办 他要是知道我们把陈委员抓了 不得跟你急啊 他这事我也犯愁 怎么办呢 我现在连他爹都不敢舍了 就怕他碰见 姐姐 英子 英子 我找人四处都叹了 一直没有找到陈委员 我估计他已经离开季工山了 那他应该是没有等到 我自己走了 去别的地方看测了 那你还是尽快去找他吧 这荒山野岭的 他一个人多危险 没关系 他一个人习惯了 他经常一个人出去看测的 我呀 就在这儿等着他就行了 反正他会回来找我的 姐姐 正好我在这儿能住两天 咱们姐妹俩可以好好聊聊 行 也行 姐姐 你是不知道 你一一离开游击队啊 可把男赵队长给急坏了 他有啥可急的 其实啊 赵队长真的很关心你 他关心我是应该的 我刚才一直在外面听着呢 这陈医生明天肯定得走 年头走 我真的说不出口 这真是难为死我了 这可怎么办 我也不想 没了这个姐妹 你这不都是为了山寨吗 也别太往心里去 算了 明天再想办法吧 大当家的 要不咱先冷的两天 那咱们就先这样试试吧 向右转 投送 老天 你看我们的队伍 我训练得怎么样 队长 队长队长 队长 队长 阵尾 一串红找到了 在哪儿 回鸡公山了 老天 我绝对不对劲啊 一串红走的时候 说是开拓新的地方 怎么去鸡公山了 是啊 而且他明明知道 陈巩元在鸡公山 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说 他想干什么 你是怀疑 一串红知道金脉的事情 对 这么说就对着了 之前借小六子 吵架那事 就是为了找个借口 离开游击队 一串红怎么会知道 金脉的事 管不着那么多了 得马上去金公山 把事情搞明白 得把组织 交给我们的任务 完成来了 对啊 万一他误伤了陈巩元 可就麻烦了 我带花帽去 他对那个地方 比较熟悉 是 属下明白 请旅长放心 报告 进 军长 张团总和吴专员 来了 速度够快 请吧 秦医长 吴专员 张团总 请坐 好好好 秦医长 接到电话了吧 刚放下 好 那就明天去吧 把你的兵都带上 司理长说 让我配合你们 我 怎么配合 平吴专员的 就等于配合了 秦医长 现在局势 对我们非常不利 攻打 激攻 现在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只能先和他们谈判了 谈判 谈判的话 那就 用不着我了 秦国 你怎么关键时候 往后缩 陈委员让逮着了 那是关系咱们三个人 命运前途的事 你不着急吗 善为对此事 非常重视 现在需要我们京城 团结在一起 吴专员 你们就没想过 他们为什么要抓陈委员 当然是因为筋脉了 筋脉 就算他们通过陈委员 知道了筋脉的具体位置 可开采 不是光动动嘴就可以的 就凭 吉宫山那帮土匪 他们懂吗